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话主要是聚焦一些移动安全 还有这些漏洞挖掘相关的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都是套路 然后我们简单介绍 我们实验室现在一个情况 我们实验室的话是去年年底刚成立的 现在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五大块的研究上 包括这个浏览器的安全 还有这个系统安全 就是iOS跟安卓的一些安全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机商库的安全 还有就包括这个一些生物识别安全 跟这个IoT安全相关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议程的话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安卓这个服务的一些漏洞一些情况 然后我们会展开我们一些新的一些攻击面 一些研究 包括就是说应用中使用的服务 跟这个系统服务 然后再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应用研究中 发现这个Forda更新服务的一个漏洞 然后最后就由我的这个小伙伴 就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系统服务中 一些这种自动化挖掘方案 以及一些相关的一些系统服务漏洞 首先是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自建一些这种安卓服务的一些漏洞 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14年开始 就有很多这个安全研究员 就把目光就聚焦在这个 安卓服务相关一些漏洞上面 包括就最早开始的这个Bunder的漏洞 还有就是说这个slashForda等等 那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攻防研究层面 就是说它这个对抗提升 那发现了这漏洞也慢慢就说是难以利用 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包括这个DOS 还有就是一些权限泄漏的 比如这个3749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会导致任意用户 能够清除这个锁屏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权限提升的 比较典型就像这个7911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说 还有就是大量的在这个media server中 有大量这种一些问题 那当然就是这些 这些的话就相对来说 还是包括就是有些这种media server中 还是很多是比较难以利用的 那我们就简单的这个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 这个media服务相关一些漏洞 那我们简单搜索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简单就是说用这个 计算一下大概有这个几十个 好 那么我们以上就介绍之前一些这个 漏洞一些情况 那么其实是很多这种攻击面 它已经被长期的关注 或者说它存在这个利用上面 很多这个问题 包括就是它利用的难度会比较大 或者说这个通用性也不够好 那么就是在这些就是我们谈的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就会想就是说提出寻找一些新的这种攻击面 去发现一些就是说品质更加好的一些漏洞 让我们能够就更加轻松的来控制这个安卓设备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当前的一些这个这个OS 这个分布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些用容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这个大陆地区的话 就是说这个华为还有小米 OPPO Vivo 它的用是占据了这个很高的一个位置的 好 那个我们 那么我们就说如何来寻找一些更加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我们就会从这三个方面 就我们会立足于从这个 从包括这个供应商跟运营商 还有就FreeWork它一些新的服务出发 就寻找一些用中这个差异性的部分 包括应用中它的这个服务跟这个系统服务 那么在厂商定制代码这一块中 我们首先就先从这个应用中它使用这种服务来着手 那我们大致的就分成这三类的这个应用 就一类是这个System的应用 还有一些类似这个Platform的 还有一些是这个不可信的应用 那么在这三类应用中的话 我们是着重关注的是这种System的这种应用 因为它本身它是 就是说它至少说它是能够就是 具备这种System的一个权限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关注一些对象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System相关的应用着手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包括从这个System应用中 它暴露出一些service 还有就是这些供应商中的App 它暴露出一些service 那么我们关注这些应用的话 它的路径的话是在这个System App 还有这个System Previous App 还有就是Vendor这三个 我们重点是关注这三个路径底下的一些应用 好 我们在上面就简单说的是这个应用服务 它可能的一些这种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说系统服务 它本身也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些面的 那么从这个功能上来说 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就是说分成三大类的 一类就是说这个启动阶段的一些关键服务 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Active Manager 就是一些这种启动阶段一些关键的服务 还有就是这个系统核心的服务 比如这个BetaService 那么还就是一些这种盯制的一些服务 这是从这个功能上面来做的一些区分 那么从代码上面 我们就可以相对归类成这个 Native的一些这种系统服务 还有就是说这个Java的一些系统服务 在上面就是说介绍完一些这种可行的一些这种研究面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应用它使用这种服务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面 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头就是说 也发现了很多这个高位的一些漏洞 那么我们就说这边以这个Photo漏洞来做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漏洞的话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 而且它的整个这个漏洞的原理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漏洞利用的情况 就我们觉得还是会比较典型一点 而且这个Photo漏洞 它的这个整个影响面还是非常广的 那么我们以这个Photo服务的这个漏洞为例 就介绍一下 就是在做这个应用服务这些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这些漏洞攻击面 以及如何来进行这个分析的一些事情 我们目标就是说要至少获取 至少就是说这个System权限 那么我们必须要具备 就是说从一些具备这种能力的一些应用中来入手 那么哪一些就是比较这个典型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说的这个Photo服务的话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那么这个Photo服务的话 就可能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还是知道 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固件更新的一个服务 它主要就是说用在这个包括一些IoT的设备 还有一些这个手机设备中都是广方使用的 因为它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这种无线更新 或者就是通过这个FOTA这种机制的话 是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的 那么在这个这个Photo服务 在这个手机中的一个情况的话 就这个Photo服务它基本上就是说 它具备这个如下一些这种特点 就是如下一些这种特性 就是说它能够就是说 我们在做一些这个修复一些这个bug的时候 或者是在允许这个手机 它远程安装这个新的一些这种软件更新 或者是新的一些服务的时候 那是非常在手机 就是说智能手机里头 它是一个非常必要一个service 那么因为它的这些特性的话 那么它至少就是说在很多这种ROM里头 它还是会给它一个这种 制造一个System的一个权限的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介绍这个FOTA漏洞的话 它是存在于这个 就是我们在去年年底发现一个 这个上海广升它的一个 它解决它FOTA解决方案中出现一个问题 那么它这一个问题的话 是一个这个系统权限提升的一个一个问题 是在这个FOTA 就是在这个广升中 它的这个CAM FW 还有Upgrade SPS OPS这个包里头的 那么广升这个FOTA提供商的话 它是在这个相对在全球来说 它是最大的一个FOTA服务商 那么它在很多这个手机设备都使用了 它的这个一个基础的一个服务 通过它这个漏洞的话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就获取到这个System的一个权限 而且因为它包括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大陆最近很多这个 这个ROM里头 它都采用这个一套这个FOTA这个服务 那么很多这个 也是影响了非常多的这个手机设备 至少说有这个5亿的这个数量 那么我们在发现这个漏洞之后呢 我们也是就是说第一时间 向这个广升这个提供 就是说这个FOTA服务提供商 我们报的这个漏洞 那么它也是在它的观望里头 对我们这个巴士光点安全实验室 做了一个这个就是说一个感谢 那么因为它的这个 影响面还是非常广 而且它这个整体的这个 利用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漏洞报告给这个Google 那Google安卓官方也是对我们 这个做出了一个致谢 就是同时这个 也分配一个CV号 就是CV2017-0522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漏洞 因为这个漏洞其实它的成因也是非常简单的 它主要是在这个 就是说你在 首先是一个这个报的一个service 那么在这个这个service里头的话 它在处理这些 就是说传递过来这些puzzle的时候 它没有做这些安全的一些校验 然后直接在这个后面的话 直接会用一个process build 然后直接来执行这个 你传递过来的一些这个参数 所以它整体是一个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 应用一个漏洞 那么这个漏洞的话 就是说我们 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它这个app中 它至少说你必须要具备这个 需要user id就是system的一个权限 那么它才能够就是说以这个system的这种 来执行命令 然后从而就是说这个能够达到一定这种提权的一个目的 那么那么我们来简单介绍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漏洞的话 它的成因还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就是我们要使用它来做一些 包括我们比如说来执行一些安装应用的一些这个命令 或者说一些卸载应用命令都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那么这当然这也是就是我们发现这些应用中 它存在这些就是系统应用中存在这些漏洞的一些模式 就是在在在我们之前就是说描述的过程中 它其实是说我们是通过一呃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寻找这种相关一些漏洞 就我们要首先就是要找到这一类型的一些呃 比较高位的一些这种可能存在问题的一些服务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也是找到 就是说这个呃这个广生这个这个服务的这个服务里头 它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而且它没有进行这个权限教验 那并且它是呃使用这个puzzle来传递一个呃 呃这个传递一些这种呃参数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控的 那后面的话就是说它又执行了这个 通过这个puzzle build来呃呃启呃启动一个这个 就是创建一个进程来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呃就是说这个整个一个过程的话 也是我们就是说寻找这些呃漏洞一些模式呃 呃那么也是呃上面的话也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种 应用中使用这种服务 它产生一个这个高位的漏洞 来简单说明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在发现这类问题中的一些想法 呃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呃我前面介绍的这部分主要是呃相对 但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大方就是范围呃呃比较全面介绍一下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呃呃有我的这个小伙伴就是陈耀光 同学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system服务上一些自动化挖掘方案 跟一些这个这个漏洞一些成果 呃接下来就由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在安卓系统中呃呃如何去攻击安卓的系统服务呃呃 这张图是呃谷歌Pixel和三星S8中系统服务的一个数量的比较 可以看到在Pixel中呃呃系统服务只有一百多个 而在三星S8中系统服务都达两百多个 也就是说呃第三方厂商呃在谷歌原生ROM中添加了很多的代码 尤其是在system中呃呃其实不仅仅是添加了很多system的服务呃呃 第三方用厂商通常也会去修改已有的一些服务去满足一些特定的功能和需求 呃在system呃systemservice是运行在systemserver的上下文之中 而system是在安卓系统中最接近root的一种用户呃呃呃 呃虽然说 ce你们是呃呃切断了很多的这个工击面 但是systemservice 受 context他的权限呃呃 呃呃呃是具有非常高的一个权限的 比如说System Service 可以去访问大量的设备驱动 而设备驱动又是从System 到Root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 所以说 这个攻击System Server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权的步骤 而普通用户 在与系统服务交互的时候 是通过CS模式 也就是通过安卓下的 Binder机制来进行一个交互的 对于第三方ROM厂商而言 像大陆中很多的华为 小米还有Oppo Weibo 他们都是在自己的ROM之中 添加了大量的系统服务 并且修改了已有的ROM中的 很多系统代码 在逆向这个第三方ROM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最关键的代码 在逆向的时候 是在这两个目录 Client和Server 都是在System Framework目录下 而对于一些Native的服务 它是在 有可能会编译成Lib的形式 存在System Lib目录 所以在逆向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 对这几个目录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接下来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系统服务的 一个发展的方法 系统服务主要是分为 两种类型 一种是Java的类的系统服务 还有一种是Native类的系统服务 这两种服务 它们的发展的方式 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不同 对于Java的服务的话 可以通过反射 完全实现自动化 而Native的服务 需要通过ID 去做一个辅助 对于Java服务的话 大致的发展方法 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反射 拿到一个系统服务的 Stop类 而这个Stop类 是所有Java的服务 都会存在的 然后通过反射 再进一步 拿到这个服务的 Transaction Code 和它的一个Function Name 然后再通过反射 去拿到这个Function 它的一个参数类型 进而去根据这个参数类型 去完全准确地去构造 它的一个Function的数据 然后通过并行的方式 去模拟Function 然后通过观察 它的一个反馈结果 去看这个系统 是否发生一些 不必要的问题 具体而言的话 对于Java服务中 它的一个变量 是通过全家圈下滑线 加上一个Function Name 和一个Mess Name 而这个变量它的值是 其实就是那个Transaction Code 所以根据它的变量名 我既能够得到 它的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变量 它对应的一个函数 也能得到 它的一个Transaction Code 对于 对于获取方法名的话 也就是根据刚才说的 它的那个变量 它的那个方法名 然后取它的后半部分 就能得到它的那个函数的名字 由于Transaction Code 它的变量类型 一定是Int型 所以通过反射 固定去获取 它变量中的Int类型的数据 就能够知道 所有的Transaction Code的数据 对于Native图 由于不能通过反射 所以可以通过IdaPassion 去提取它的一个Transaction Code 也可以通过IdaPassion 去获取它的一个参数类型 当然如果嫌麻烦的话 也可以通过就是 随机的产生这两个数据 去进行Fuzzing 由于在Android中 没有一种机制 去主动地去教验 这个系统服务执行的一个权限 所以在这个系统服务中 缺少教验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攻击面 所以而系统服务是 大量存在于各个ROM厂商中的 所以也就造成这个系统服务 是整个Android系统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面 通过刚才说的一个Fuzzing的框架 我们发现了挺多漏洞的 尤其是在第三方ROM厂商之中 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安全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系统服务中的一些 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第三方ROM厂商中 我们通过发展框架去获取到的一些 比较敏感的一些数据 它的一个某一个系统调用的一个代码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函数名 setMateForbitPackage 这个函数它是提供一个 可以设计一个list 那这个list是什么用 是有什么作用呢 通过逆向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是这个ROM厂商在StatActivity的时候 它会去获取这个list 在这个list中去比较这个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黑名单的作用 如果某一个包名是在这个list中 那在StatActivity的时候就会拒绝 这也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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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导致能够禁止 任意的程序StatActivity 并且这个函数是没有系统教验的 没有安全教验的 就是任意的用户 都能够去调用这个系统服务 也就是说 一旦一个攻击者 在你的手机上去攻击这一段代码 那所有的应用都无法启动的话 那你的手机自然就变成砖头了 然后接下来简单说一下 就我们之前发现的 在Native服务中的一些问题 由于这个漏洞是 在某一个厂商中 它的一个Native服务中 一个就是阅界组合阅界写的问题 然后进而能够转换成 新生社会中的任意代码执行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 还在修复中 所以细节暂时不能公开 但是我们会介绍一下 在利用的过程中 在提前到新生社会的过程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点 在System Server中 会有16个Binder直线层去处理 所有的系统服务 而每一次在处理的时候 会随机选一个直线层进行处理 这也就导致堆利用在System Server中 是比较难实现的 因为每一次很难去布局它的堆分水 解决方法可以看 Old Fresher之前的一篇paper 就是想办法去挂起 其他的一些信 其他的Binder线层 只保留一个System Server线层 虽然说系统服务 它有些很多系统服务 是从System Server 是从JagoFolk出来的 但是它并不代表 完全没有系统地址随机化 因为有一些native的库 它是在Folk之后才加载的 对于这一部分的native服务 它仍然是含有地址随机化 所以对于这份代码 我们必须要找到信息泄漏的问题 才可以去bypass它的地址随机化 然后在加载的SO库中 它仍然会存在一种 另外一种地址随机化 也就是SO之间 它的加载顺序 以及它的加载空隙 是有随机化的 所以在利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 就是如何去 如何去获取它的SO库的机制 然后在SO库之间 它们会有一些gap 而这些gap是不可读 不可写 也不可执行的 这些区域它的目的就是 防止连续的越界 所以说对于连续的越界的漏洞的话 也很难通过去覆盖大片的地址 获得代码执行权限 所以它解决方法 其实也是要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信息泄漏 或者说去泄漏 一个没有随机化的 那一部分地址的库的代码 总结一下 就是对于系统服务的问题的话 第三方 尤其是ROM厂商 一定要去注意 那个教验的问题 因为攻击者 可能是一个普通的用户 但是系统服务 它是具有非常高的权限的 所以一旦没有去教验 这个调用者 它的身份的话 很容易就出现 这个安全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 我们今天的演讲 谢谢大家 这场议程其实非常精彩 由一个CVE发现人员 来阐述它整个发现的过程 以及利用这个弱点的方法 是非常地好 这场经纪的分享 其实非常棒 不知道在场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讲师讨论的 那似乎各位没什么问题 没关系 就是等一下议程结束 我想讲师应该都会在会场这边 那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 可以私下跟讲师交的 那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曲和个人陈耀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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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